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如何去用微分的方法来求近似值 那么我们先介绍的是这个是微分的基本的定义 切线的斜率用割线的斜率来逼近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一算式的话呢 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 我们这个是delta x 趋近于0 我们这个limit的话呢 我们暂时放在一边 我们就这么说了 delta x 趋近于0 也就是说delta x 很小的很小的情况 我们把这个两边相乘 这边一向过去 我们可以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算式 f x 加delta x 我们是等于 那我要说这么说了 是因为它是limit的关系 所以我们应该说它是接近这个符号来代表近似值 f of x 再加上 f prime x 乘上delta x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用近似值来求这个用微分法来求近似值的一个方法的公式 那么要了解它 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类似的立题 让各位同学真正的了解 来我们来看看下面的立题 立题是这样的 用微分法来估计 根号64.1的近似值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立题 我们必须要知道哦 开根号的题目 并不是我们一定要用微分法 但是微分法可以做任何的函数的题目 以这一题而言 那么我们来解给各位同学看 怎么做呢 第一步我们要设函数 第一步来我们来这么说了 第一步 这个题目是开根号的 那我们就设 f of x 叫做根号 x 这个没有问题 题目如果说是三角函数 我就设三角函数 如果说它是立方根 我就设立方根 那么下一步 我们知道它的微分是什么 微分是 这个是根号 x 所以这边是二分之一 根号 x 分之一 这个我们微分上来说 应该还OK 然后第二步 我们把我们的公式列出来 x 加上 delta x 近似于没有加 delta x的 再加上 f prime x data x 好 现在的话呢 第二步我也列出来了 第三步我们开始来放数字 来 第三步 我们的话呢 令 我们令谁呢 令 x 跟 delta x data x 越小越好 x 是一个好算的数字 各位同学的话呢 64.1 开根号 其实是 64 是比较好算的 0.1 是剩下来的 那么我们就令 x 是等于64 那么 delta x 是 0.1 这样的设法的话呢 我们把它套进去 我们就得到了什么结果呢 f 64.1 这就是我们想要算的题目哦 f 的话呢 是根号 x嘛 对不对 然后大约的话呢 它的近似值是多少呢 f 64 加上 f prime f prime是二分之一 根号 x 的话呢 是根号 64 乘上 delta x 是 0.1 于是的话呢 我们来算一算 这个地方的话呢 大约是多少呢 这个地方就直接写了 f 64 是四十几呢 是八 加上 286 十六分之一乘上0.1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手算就可以算出来 我们这个技巧是用的是唯分的一个算式 那么我们的话呢 也可以将它推广到二阶 这是一阶的唯分 那么如果说的话呢 同学有兴趣的话呢 后面这就是所谓的泰勒展开式的第一项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有第二项第三项可以越来越准 但是后面的部分比较小 那么我们的话呢 大概的话呢 近似值的例题就介绍到这边